大家订阅了我的频道吗? Hello,大家好,Andy哥 糟了,我的头真的越来越脱了 我想三年后真的光脱脱了 企欧老师 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 我想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里是第一张 这里是第二张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是我2018年年底 刚刚开始拍YouTube的时候的我 那时我是很瘦 而且头发比较多 重点就是那时我的臉是很坏的 如果从那个时期开始看的观众 或者你有看过我旧片的观众 你会看到我以前的皮肤是很差很差的 虽然我现在也不是很好 但起码也没有暗瘡 有很多观众都问我 我怎样去解决这件事 我是不是吃药的 这样吧 好,首先这个影片 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给大家看一条广告 但这个广告是和之后的影片有关的 是否很有型呢? 我是被这个广告卖到 我去买了这些产品 回来,然后我觉得真的好用 我忘记有想介绍给大家 但是这条影片真的不是广告 事先声明 我是自己科水 这里有证据是我自己给钱买的 这三样东西我加上是买了9千多日圆 那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洗面 然后一个化妆水 即爽肤水 然后一个lotion 这些东西是男士专用的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好呢? 是否因为我看完牧村托椎 觉得它很帥 就很没思考能力地觉得它好呢? 不是的,我真的用过 我是觉得它好 那我一向用的护肤品 都不是便宜的 也不是很贵的 就是我用冰箱精 都是几百元的 那些来的 当然就不会用到几千元 千多元那些 但是也不是那些几十元那些 那这里呢 一样东西就约莫3000日圆 即是200多元一份 这里是港至200多元一份 我用其他品牌洗面 即使贵也好便宜也好 有时会觉得洗完太干 有时会觉得洗完好像没有洗 一路我都找不到一个洗面的物品 它是洗完我会觉得它刚刚好 又不会太干又不会太油 这个港间我真的觉得 对我来说是刚刚好 皮肤那个人不一样 另外顺点一提 这三样东西都是Made in Japan 那化妆水有什么好呢? 就是我本来都有用一只 一万日圆七百多元一支的爽肤水 那是我和公子Share用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比那个更加适合我 那个用完之后 我都会觉得有一些干 又是 即是它是到不到我心目中想要的程度 要是这个真的可以 Lotion也是一样的 有时你塗完 你会觉得它是会有层油 黏住你整天都是这样的 好像敷了一些猪油上面 要是呢 就是塗完它一下子就干了 不知为什么它这三个呢 对于我来说 就真的什么都刚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 正到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香港有没有得买我 我不知道 但是台湾是有得买的 如果台湾有得买我 我相信香港也有办法买到的 一些人以前有问过我 到底我的暗瘡没有了 我是不是吃药 我是吃药的 不过就不是暗瘡药 其实它是 我吃的药是这些来的 其实它是维他命B 这个就是我以前吃的 现在公子在吃这个 因为公子不知为什么 它开始有点烂面的迹象 我现在都是吃药物B 不过就是便宜一点的 就是普通DHC的药物B 我每天就是吃药物B 公子现在就吃这个 比较贵的药物B 就是这样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些暗葱没有复发 就不是因为勤洗面 塗完这些东西 就会OK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我每个星期都会敷三张面膜 那些面膜很便宜 那些面膜 是这些呢 一包里面有六七块 然后一包才是三十块港币 那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又不觉得它特别好 但是它会 我用完之后 心理上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我是隔一天敷面膜 然后每天都会 勤洗面 爽敷水 lotion 但其实我以前是没有那么贪美的 是因为我拍了YouTube之后 我以前看到画面 我难免到有时候含龙 那样呢 我觉得很噁心 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噁心 我都知道我不漂亮 我都知道我很噁心 但是 你还要看到含龙的暗瘡 是很反胃 是很趕客的 所以 那时候我就很努力地去 希望皮肤好看一点 令到大家不要看得那么噁心 是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对于男士护肤 有什么心得呢 不妨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后台数据 男性观众是占76%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男士护肤 总会有观众想要这些资讯 另外就是封面图都写到 看到了 就是我去 准备拿回车 但是现在未到时候 他说今晚五六点才拿回车 原因呢 就是整只摩打死了 他跟我说是摩打 那我想问一下摩打 是不是真的冷气泵呢 他就说整只死了 那大家猜猜 在Honda 换回原厂全新的冷气泵 还是摩打 要多少钱呢 大家猜猜 那我们晚点 在Honda见 好了 现在就是下午的三点半 刚刚Honda打过来 就说可以拿回车 他们搞好了 那我真的快要全职 做日本Honda的打手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通常在日本 人家借车给你也好 你去租车也好 你还车都一定要 进回满油给他 他们打过来说OK 我就问他 我需不需要进回满油给你们 因为他车上面没有写 叫还车一定会进回满油 所以我都是问一问他 如果不是我不进油 那他又说 其实要进入满油 那很肉酸 好像贪人少便宜 那他竟然说 不需要进入满油 你就可以赶回给我 没所谓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体现到他们的大方 同海很久没见了 搞定了 现在就进去给钱 这样就能开走 哎呀 正正正正 这里的服务我真的非常满意 我相信我下一部车 都会是Honda 我现在真的这样想 好久没见过你了 好想着你啊 先试一下冷气 好冷 好冷 很冷 之前呢 其实它坏之前呢 已经是有点奇怪的声音了 现在就连声音都没了 非常之好 而且真的很冷 比之前很多很多 好了 现在员工在等我 所以我也很出发 员工在前面等我 你看看 这里就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他们会帮你开路 即是会这样送你走 其实用家体验呢 你会觉得很开心 很贴心 不知没有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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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唐钛很重 但是很开心 终于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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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回家 好了我们回家见吧 好了 现在回到家了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大家记不记得我某一部厨余机要7万日圆 我们发现原来传了夜市的市政府 是可以申请这个厨余机的津贴 最大是3万日圆 机器的一半 但是最大是3万日圆 我们超过了6万日圆 当然就是可以申请到3万日圆 然后批到 我们拿回3万日圆 实在太好了 这部厨余机用了几天 我都觉得挺好用的 它真的没有食物的臭味 当然打开它怎么知道有些味道 但是它又不属于食物的臭味 我觉得它是属于好用的东西 而且也叫做对环境好一点 对不对 好了 现在说回整车这一部分 刚刚都问大家猜多少钱 我猜这个价钱 你们猜不到 总共的价钱就是3万4千日圆 3万4千日圆就是2,400港元 这3万4千日圆 有2万日圆属于零件价钱 有1万4千日圆属于手工费 不知道有没有懂得看日文的朋友 知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否冷气泵 我就看不明白了 它又写着摩达 它到底是否冷气泵 我也不清楚 我想问大家 如果在香港原厂做这些修理 那2千多元价格是如何 其实我是知道答案 我也知道香港的原厂是收得非常贵的 2千多元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如果以香港出境的车房去计算 2千多元可不可以做到包工年了 换这一块 这一块 不知道摩打 二次冷气泵的东西呢 那不一定是香港的朋友 就算是台湾 或者住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在你的当地 如果做这样的维修 要不要多少钱呢 让我参考大家的物价 好了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希望你给个like和share出去 你认为他皮肤不是那么好的男性朋友 那3件东西呢 我就真心推荐的 大家是可以试一下的 最紧要就是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不愿意麻烦 希望你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那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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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